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马街医疗财团法人 台东马街纪念医院第12任院长王光德医师 受职就任即交接感恩礼拜 12月29号上午在院内9楼马街纪念礼拜堂举行 长老教会总会议长彭志宏宣告 王光德就任台东马街纪念医院第12任院长 在总院长张文汉医师兼交下 王光德自前院长王公亮医师手中 接下应信 来自马街董事会马街体系医院学校 及台东县各界近300人共同见证 这历史上的一刻 王光德院长1998年起 在台东马街服务 今年已迈入第26年 于心脏科主任任内争取设立新导管室 20多年来孕育出一整个团队造福患者 未来希望打造台东马街成为幸福的医院 让东马人愿意付出 把东马当成自己的家 在工作上有荣誉感 有价值感 我想 这句话我会努力让他实现在台东马街 最好 我还是不免俗的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没有那么的支持跟鼓励跟包容 没有见见的我 真的很谢谢他们 所以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20多年来孕育 有个愿意祝 我希望大家 远安遗留 谢谢 学院院长王功亮表示 他退而不休 每周一二三在总院服务 四五六回到台东马街门诊服务 也希望癌症大楼尽快完工 台东马街朝准医学中心继续努力 他以圣经约书雅记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 勉力同仁 要勇敢坚强 不要惊慌害怕 因为无论你去哪里 你的上帝耶和华都与你同在 对我个人来讲 我要回到总院区 不过我还是四五六还在这里 看门诊开来每个礼拜 所以一半在台北一半在这里 我放不下这里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病人 我还在继续在你们服务 我相信我是退而不休了 退而不休 最后当然我对于我们这个马帝东马的团队 感谢他们这些年来 对我的帮忙 院长在这里感谢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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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 coisas